欢迎大家收看HRW PA Channel 我是Jack 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Likon 出了一部无反呼善相机 就是Z7和Z6 在8月23号的时间正式公布了 我在网上看到东京的发布 当日我亦可以真正接触到这部机 现在这一刻我会为大家进行这部机的测试 它是4570万像素 它的处理器是Z6 是一个全新系统 它的ISO可以扩展到 由64至25600 ISO 它的AF系统是 覆蓋到90%的范围 有493点的对焦点 所以追焦的能力是相当高 它可以有9张的连拍速度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有5轴的薄震 其实大家都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会关心的就是这部机的大小 现在完全可以握在手 现在是一部850和一部Z7 大家都是操约2470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支镜头的大小分别 还有重量 这些都是数据上可以看到的 以轻便来说 对于我们家的体力 都不用消耗那么多 其实对于一部相机的要求 当然就是对焦速度要快 另外一件事就是开机速度 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省电 那也是会消耗这部机 到拍摄的时候 才会立即开机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速度了 提起来 非常快 Nikon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由F-mount转为Z-mount Z-mount转为55mm直径 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完全可以用得到 Nikon的93G AF镜和AE镜 也要提提 这部机器本身有5组的机身防震 所以就算套了一些旧镜 或者它本身没有VR功能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这个防震功能 它的电是完全可以用得到 750 或者150 那一只电 你不需要再买过 而它跟机器本身的电 也是重新设计的 其实它是除了可以 外置充电之外 现在它这个Type-C 可以是你拿着尿袋 或者叫充电簿 你就已经可以直接 插着机器来充电 是相当方便的 再多了一个OLED的显示屏 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 是大大方便了很多 好了 大家看完 我们对Viccon 这一部全新系统 无反的相机 OK Z7做过一些很简单的 很基本的测试 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 对于这部机器 会有更加进一步的认知 OK 当然 也要多谢我身边Tony 帮忙拍摄 拍摄 做测试 以及镜头后面的阿峰 谢谢你 Tony 你刚才也有玩过这部机 你认为这部机 觉得如何呢 这部机这么好玩 好 好 好 咱们来咧 嘿 嘿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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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